提醒您要说买东西真的要睁大眼睛了 曾经被踢爆卖黑心电视的前泰瑞负责人张庆祥 想不到他被起诉以后还另起炉灶 现在赶快起黑心冷气 他是将这廉价的厨师机包装成高级移动冷气机 然后一台要价将近三万块 他强调了这冷气暖气还有厨师是一机搞定 民众觉得很方便 买回家之后却发现吹出来的风至少有29度 民众上网路购物这款四季舒服机 冷气暖气除湿一机搞定 强调气温17到30度 消费者花大钱买回家 竟发现吹出来的风高达29度 才知道买回来的舒服机根本没有冷气功能 只是除湿机 这是冷气因为它有冷煤 温度大概最低可以到几度 17 卖多少钱 卖29800 实地走访卖这款舒服机的店家 一开口就是将近三万块天价 跟一般五千块的除湿机 差了两万多块钱 而且这厂牌负责人就是黑心惯犯 前泰瑞电子负责人张庆祥 04年被踢爆卖黑心电视 之后被起诉 这一次竟另起炉灶改卖黑心冷气机 除湿机是有热风出来 这个叫做除湿机 移动式冷气 它本身也是有压缩机 然后呢 它一开机的时候啊 也是三分钟的送风 然后开始就有冷风 冷气出来了 电气业者表示 大厂牌早就没有再生产 移动式冷气机 民众要买冷气机 最好先到实体通路 测试确定功能再买 免得花大钱 买到了确实黑心商品 中间新闻 许志明林柏妃台北报道